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以前在共产党时代跟共产党打仗的,被共产党称之为湘西土匪那些人,上万人被招安派到朝鲜去打仗,这一次也就是消灭了湘西武士的军阀。 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也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路径的缘故。在过去几十年,比如说像沈崇文他们弟弟那些人,在组织自己的民团和自卫军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大义名分打出来,没有把自己小的格局形成一个可以合理地支持自己民族诉求的体系,结果把自己变成湘军,而湘军又变成是中华民国国军的一部分。 企图在中华民国国军当中获得自己的优势地位,结果为了中国把自己完全消耗掉了。在将来的乱世当中,同样的小军事团体就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不要过度地消耗自己的实力。 一般来说,政治上的成功者,被人说得很好的人,恰好是懂得谨慎地利用自己的实力的人,真的是无私地牺牲自己,或者是为了一个大的目标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团体。 所以,非但得不到现实利益,而且还会在现实利益丧失殆尽以后被别人黑得很惨。比如说,湘西土匪是这么出来的。湘西土匪比苏格兰高地人哪一点差劲了? 不过,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苏格兰高地人更自私一些,同时你也可以像龙吟那样。在跟蒋介石接触的过程中,你要说,我们不是像你们汉人所说的那样的野蛮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神话文字。 把我们的神话文字拿出来,在蒋介石面前争取一个类似德王的待遇,这样我们的民族发明起步就在文武两方面都进了一步。 其一方面,习惯法发明出来了。另一方面,蒋介石或白熊喜,或者是未来的类似人物,为了收编你,必须接受你拿出来的什么神话了。 我们的祖先是一个葫芦娃在水上飘渡之类的神话。你还得承认,根据这些神话传出出来的史诗、英雄传奇,包括湘西战争那些被官方贬京城屠匪的英雄传奇,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你一定要拿出点钱来支持我们,要让我们的诗人理直气壮地得到法定的地位。然后,渐渐地这样一下来,湘西人就自动地变成一个民族了。 你别着急,看我的。 够了。 。 这是一场急事鱼啊! 啊…… 就是我啦! 老百姓…… 啊…… 哇…… 这水火来去可真是奇妙啊…… 这鱼怎么有一股子尿味…… ㄟ…… 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这里耍什么花招…… 因为湖乡跟巴蜀的比例不一样,洞庭湖平原和湘江那是狭窄平原在湖乡站的比例不算很大,不像是巴蜀大部分是平原的。 三地人口的时候占得很少。胡乡在动乱时期是很容易依靠三地人口自守的,而巴蜀在这种情况下,三地人口就只占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人口都要灭绝,而胡乡大概是一半对一半,所以它的安全性比较大。 在外部输入切断的情况之下,胡乡的武装帮派能够在那些无力可图,征服起来很困难,但是征服来以后没有多少利益的地方。一般来说,邵阳以西米南就是这样的地方了。 实际上只有长租潭地区和洞瓶湖平原才有值得征服的价值。其他的地方在动乱时期是征服不了也没有什么征服必要的地方,所以它并不依靠杨子江流域来给它输入资源。 在动乱时期,动乱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的各种闭关自首的地方性的封建小诸侯来维持自身。 这个跟非常依靠海运的南岳和非常依靠长江的巴蜀实际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洋子江国际化,对于胡乡来说关系不大。 因为胡乡的命根子还是在西部和南部的三地,依靠这些事情。 就是说,大中华主义的期待基本上是国民党在搞,而不是共产党在搞。共产党现在也完全是在承袭国民党的那一套,但是它在基层没有基础,它只能破坏不能建设。 它把滇军、粤军、乡军的基础全都破坏掉了,结果不是便宜了自己,而是便宜了共产党,等于是把自己可以吸取力量的基础全都搞空了,搞空,最终在抗战以后,最终实现统一,把各军全部调出自己的省,统一编排的结果是迅速地遭受自身的毁力,而把整个中国送到共产党的手里面。 共产党等于是一个收垃圾的人,它是把被别人变成垃圾的人,全都轻二一举于搞到自己手里面,所以它胜利得非常容易,主要是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来负责收割的人。 可疏 逢来负责请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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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